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笛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大家都知道,其實美國現在兩黨越看細越像扯貓 由反對派,《華爾街日報》、《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在爆發 中國在19病毒爆發武漢 最初爆發的時候,裡面有三個人 我們找到三個人患了感冒 他們一定是在裡面洩漏出來的了 大家都知道,《刀鋒觸影》、《耳篇蓋傳》在爆發 一說完之後,是所有傳媒一起敲響這個鼓的 當然大家都知道爆發這些事,首先就是 共和黨的眾議員的情報委員會 眾議員入職,說壞些,那些眾議員 是下年要選舉,所以要做事,那爆發完之後 這一件事已經爆發到英國的報紙那裡 還言之作作,今天是放了上頭條 有一兩份報紙的網上頭條 燒到英國,加拿大也燒了 我們CBC都說,略略提過 其實現在全世界,說新疆那些事是假的 是要你中國找數就是真的 總之要找辦法,要冤枉你 才是很明顯的,那個動作是 兩個字就是老冤枉 即是說,不管怎樣,要你陪 這個是肥沛奧林走之前說過 好了,現在拜登就出了聲 就說,希望情報部門用90天時間 去做事,去查清楚到底是不是 其實如果用腦子想一下就說 關你情報部門什麼事啊 你情報部門不是科學家啊,大哥 是不是?你情報部門搞情報的嘛 你拿了這些東西回來 然後說,我相信你情報部門有 但是不是一個法定機構的科學機構 究竟信得過呢,這件事是未經證實的 而當拜登說叫情報部門做事之後呢 現在他們情報官,那邊的官僚已經說 我們是有大量未經審核的證據 要用電腦分析的 到底是什麼證據呢? 沒有人知道的嘛,也都是沒有公信力 因為你找個情報機關做這些事 其實哪有公信力都想一想 現在拜登就說我們是會 總之我們會做事啦 但是其實現在呢 一直以來就有兩派人在科學之上 一派就當然是比較公正 我不要說公正一點 是根據世衛所說的東西去做 的結論就是很難會在一個實驗室裡做 第二派就是不排除他在實驗室裡做 兩派人 但是沒有確切證據 福奇開頭就站在第一派 突然間就反口站在第二派 當福奇說完之後呢 現在所有的科學界就已經走出來 有一部分的科學界已經走出來了 就說我們已經支持 那時候應該要進一步調查的 這樣說 而根據為什麼會突然間轉軚呢 就是有一些有影響力的人 的科學家呢 說走出來會轉軚呢 其實有一個原因就是 根據這個耶魯大學的免疫學家 岩奇明子就說 一開始為什麼他們不肯出來說這一套東西 就是因為川普那些支持者是說這一套東西 我不想說出來 然後為這幫人背書 川普是神經病的 他廢話影響到自己 所以他們不出聲而已 而現在川普下來了 所以他們現在就出聲 但是其實很多病毒學家呢 基本上都是傾向於 有動物受感染 由蝙蝠傳染到其他的動物再傳給人 而其實是很多病毒學家都仍然是認為 所謂實驗室理論是站不住腳的 但是剛才我們說 那位岩奇博士就走出來 和其他17位科學家就說 中國和世衛在這個聯合調查裡面所做的 有很多疑論我們不是那麼能夠接受 很多理論 因為通常只是會有一些結論有信心的時候 才會公開談論 而現在對於他們所說的所謂結論 我不覺得 不是很確切他們發生了什麼事這樣說 那現在既然有拜登出聲 所以他們都出聲 那有一批科學家 就是現在這17個科學家 他們說我們想看一些證據 我告訴你我想看什麼證據 這樣說 第一 實驗室出事的可能就是 有研究人員在實驗室那裡被感染了 感染之後和外面的人接觸而導致傳播 第二 是本身你的實驗室是有些所謂漏洞 所以才會發生 而根據說 我們所希望見到的是一個很結實的理論 而不是說那個機會很小 我們一定要很結實的理論才可以 這樣說 那他們有部分人甚至就 做了一張清單出來 就是說 首先就一定要再查過武漢研究所 武漢疾控中心的相關記錄 樣本設施 要檢查所有電子紙張記錄 檢查了他們的兵箱 要面談 曾經建造過的所有設施 進行調查 這些是要完全透明 如果不是 怎麼做 這樣說 其實他們現在連世衛都不相信 有一幫人是 你世衛和中國是不是站得太近 這樣想 膽仔經常被抹黑的 是不是收了錢 那些 deep stay 這條7kulok經常說 有一幫人 哪會有這麼多deep stay 怎麼會這麼容易 真是 互聯榜說一句你又相信 尤其是 其實現在最多人說的就是 哇 中國政府不透明 如何如何 就是抓住那句 他不透明 他不讓我看完所有東西 我怎麼相信你 其實中國政府都說的 你想看就看 查美國查完全世界 其實是很簡單 你不要只是查我 你查完全世界行不行 我可以讓你查 但是你答應我查完全世界 這樣就公道了 其實我都覺得是對的 這句說話 但是 其實這幫 這幫真的是科學界的 其實我講過有懷疑論的 這幫人站出來 最後會怎樣呢 在昨天 美國就出了聲 他都知道如果自己出手 就會很麻煩的 裡面已經有一批科學家 那些人就說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們自己做吧 但是美國政府不會 暫時都不會 應該這麼說 他們 美國已經說敦促世界衛生組織 對新冠起源 再進行調查 但是呢 就要用獨立專家 不要用你 就是最重要的是 當初中國是給一個專家進去 那個專家是跟中國 是去過中國那裡做研究的 而且跟中國是好關係的 而再得出這個結論 對於 懷疑論者的人 實驗室 理據用的人的氣是很不信的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但是大哥 我給一個 你故意來挑剔我的人進來 你會不會砌我生豬肉 這個是中國現在最害怕的事 就是 大家沒有互信 其實所有的東西是沒有互信 你砌我生豬肉的又怎樣呢 雖然說真金不霸熊爐火而已 但是 燒完之後 你說你這個東西出了假的 這個正然不是真金 紙面審一些東西我怎麼辦 你有權威的 其實所有的東西是 你砌我生豬肉我怎樣呢 我被你按住來打 這件事我好理解 等於韋小寶以前說 雞蛋你不挑骨頭啊 但是打爛了雞蛋搞完之後 還要屈你 那怎麼辦呢 那是會發生的 你安逸啊 是啊 我想起這個情節 你說 是啊 所以很多人說 你這樣信不信過 是我信不過你多於你信不過我 大哥你看卑卑斯 你連新疆這些事都說得出 何況這些武漢發生的事 連新疆這麼無稽的事都可以做 到處打爛打爛 戰略政策研究所你都相信 戰略政策研究所你們都相信 那些細胞現在當它神地擺 笑死 真是脆弱 其實現在美國就敦促 這個世衛 但是一定說要獨立專家 去做全部的原子數據 和原本 他們現在就說你沒有原子數據 那麼美國駐聯合國 日內瓦的市團 是一份聲明說 世界衛生組織在中國進行的初次調查 是不充分 沒有定論 這個就是那17個科學家所說的 所以希望快些做第二階段的調查 包括中國在內 只要中國給獨立專家 那徹底獲特了解病毒起源 和疫症初期的全部原子數據 是很重要的 那麼英國的都在這裡說 英國一定在這裡敲鑼打鼓 就說世衛組織對新冠病毒進行的 第一個初次調查 是不過是一個開始 所以我們希望專家報告 現在進入第二個階段 那麼中國駐美國的領事館 聽清楚 對中國支持 對世界各地發現 早期新冠病毒的病例進行 對世界一些秘密基地 和生物實驗室進行 徹底的調查 這個是中國一貫 我是給你 但是不要只是查我 大哥 你查其他 你不要只是冤枉我 你只是查我 是不行的 那麼結果 咬到那麼緊要 就是於是世衛首席緊急情況專家 唉 這些這樣的 就是做中間人是很慘的 就在這裡說 我們和很多成員國進行 非正式的挫傷 先了解下一段的情況 未來幾個星期 就會進行這些討論的了 就這麼說 其實現在呢 都是最後找世衛出面 但是怎樣調查呢 我相信有段時間講 但是美國 正如我們說 就來選舉了 這件事是很麻煩的 又走出來說話 有些議員 做什麼一回事呢 就要多加兩千肉 就有兩位議員 現在就走了出來 根據霍克斯說 就有一位叫做 兩位都是在賓州 賓夕凡尼亞州 一個呢 就叫做蘭姆 是一位民主黨的議員 而另外一位呢 就叫做布萊恩 飛翅 布萊恩先生 都是 他就是共和黨的眾議員 就是一個跨黨派的 兩個人就聯手 在賓夕凡尼亞州的眾議員 就聯手 現在又做了一條法案 我要提出 就是叫做 哇 名字很長 Never Again International Outbreak Prevention Act 就是 永不再現 國際疫情爆發 防禦法 哇 名字這麼長 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這個法案 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要給 我們美國的公民 因為 如果因為任何的疫情 被他們發源的國家 所誤導 而死亡的話 我們就是 容許 這個 我們的國民去控告那個國家 這樣說 那現在擺明了 就是說 我們現在出現了六十萬人 出了事 這麼多人不在 我們可以被受害的人 去告中國 這樣說 老實說 他是見到群情洶湧 就是敲鑼打鼓 不然哪裏會有人會 哪裏會有人理你 好了 然後呢 另一個 另一條法案 又是他們敲鑼打鼓 就是說 要做什麼呢 就是做了一個叫做 美國製造緊急事故 準備法 Made in America Emergency Preparation Act 就說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 類似於911 一樣 那麼至高無上的委員會 是負責要來調查 19的起源 還有 要向白宮提出一個建議 未來呢 應該怎樣準備好我們的個人保護產品 就是口罩啊 洗手液啊 應該是怎樣做 那麼 那麼 有一件事的就是 目的就是要做一個委員會 這件事呢 其實是很對那些國會的人 會口的 就是做一些聽證會出來 那麼 尤其是什麼 你參議院又聽證會 那麼我們眾議院都要聽證會的 然後就可以露面 又搓一下人 就是有一些 光 就是拿一下鏡頭 是不是 如果不是 怎麼選舉 就下年選舉了 但是其實 如果你說 要應對疫情 就要準備 那麼這件事是合理的 當然 那麼 提出這些法案的那兩位 簡直是 搶了在白宮 拜登說話之前 就發佈了這件事 現在說出來就是 就是發個新聞稿 我們不能夠再見到 有將近六十萬的美國人生命受到威脅 我們一定要準備好 我們日常的生活 現在完全亂了 都是因為這些疫情 所以我們一定要準備好它 我們這個法案就可以做得到了 這樣說 那麼 現在 連國會 參眾兩院又打羅打鼓 白宮又打羅打鼓 是不是很有這個 扯貓味的成份 不過拜登做事 大家都知道 是一一一一一 就是不要說一一一一一一 他是有步驟的 那麼現在是步步進逼 那麼我相信 中國都是那一句 你喜歡查可以查 但是不要只查我 我都認為這件事是對的 你只是查不對的 那麼我看看中國可以 就是 可以怎樣測 可能台底 都已經在說的了 那麼好了 我們就講到這裏 回來我們再會講其他話題的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